今天晚上我们来看 怎么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情 我国的航母杀手熊三飞弹 他的测量原件故障送修 原厂的瑞士居然送到了中国山东去修了 再从山东寄回来 飞弹的机密参数这下不全被看光了吗 怎么这么扯 2023才刚刚开年 注定是个兵凶战危的开始 我们看到另一个警讯 共机跨年才史上第一次这么逼近 我24海里的空域 没料到殲20殲16再度曝光夜训的画面 是准备夜袭台湾吗 我们怎么挡下这致命的第一集 事实上你现在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就是央视他们所公布的 就是说共机在某个单位里面 他们在晚上凌晨2点的时候 就出动了他们这个所谓的 夜间的一个作战的训练 但重点是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事实上他所出动的包含殲16 殲10 甚至连殲20这样一个战机 都在他们这样的 这一次的这个画面里面 而且他还强调说他们在进行 所谓的超视距的空战训练 其实这里面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你知道 因为我们如果在白天飞行的时候 这个飞行员基本上可以目视到 这个所谓外面的地方 然后再辅佐这个塔台给他控制 可是你到夜间飞行的时候 因为你外面都是七夜一片 所以他只能靠他这个飞机上面的 EVVS来作为这个导航 那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他现在告诉你说 他们其实在夜间做这样一个 作战训练 甚至散开所谓的超视距的空战 那代表的就是 我其实基本上在我的雷达 导引的部分 我已经超过了 而且我有更精准的 这样一个引导的方式 所以大家就开始讲说 你如果就央视今天 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 暴露这样一个讯息 是不是代表未来在台海之间 也有可能发生所谓夜间作战 这样一个夜袭的可能性呢 所以你看到他具备了夜训的能力 天地一片苍茫 一片漆黑 没有任何对标的 参考位置的时候 他居然还可以进行任务的 一个执行 那就代表如果他要犯台的话 可以24小时夜以至日 不受黑夜白天的任何限制 这是在12月31号的时候 我们国防部所公布就是说 这个供机 它在从12月31号的早上6点 到1月1号的早上6点 几乎不间断的在飞行 但特别的是什么你知道 以前我们看到供机在乌越过 这个台海中线的时候 基本上折返点都会在这个位置上面 可是你会看到 过了中线就折返了 是 可是你会看到这一次 它居然非常深入 进入到我们这个 非常接近台湾的一个位置 今天这张图最大的猫腻是什么 各位朋友 我们先把大家用红线框起来 为什么特别框这个地方 人居然告诉我们 你刚刚提到了 跟说史上罕见的破进台湾 它越过中线 还飞得相当的距离才折返 到底离我们多近 这会造成我们空防什么样的威胁 其实我们看到台海之间 其实距离非常非常的狭小 所以如果共军真的有意犯台的话 以空军来讲 它其实非常短的时间里面 就可以从对岸到台湾的上空 所以我们在所有的防御规划里面 我们一定会设置一个东西 叫禁航区 如果以这张图来说的话 这条线叫做台海的中线 我们用这条线把它列起来 可是对我们空军来讲 有我们设置了四个所谓的禁航区 分别是R8 R9跟R11 还有这个所谓的R5的这样一个 一个禁航区 黑色区块这几块 这个差别是什么你知道 你可以看到像这个什么M503 W12 这个是民航机的航线 这个不会有问题 可是如果我们发现到不明飞机 也就是说我今天 发现到它不是民航机 它进入到我这个禁航区的时候 我跟讲这就是我最后的底线 为什么你知道 因为如果共机真的有意犯台 过了台海中线之后 它只要内燃器 那个后燃器一开 基本上在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里面 就可以抵达台湾的上空 你的意思说 我举一个例子 像我们都知道这一块 R9是它大概距离我们的 首都台北最近的地方 如果它一脚踩进来 它只要三分钟就凌空台北市了 而且你如果再把这张图 从这边地方对过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这个区域为什么我们特别圈起来 因为它其实就是差不多 是在我们R9 禁航区的这个位置 那这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空军 其实在这个基地里面 不是都有紧急待命班吗 对 那我们紧急待命班 按照我们现行的规定里面 我们有一定紧急起飞的一个程序 如果以我们这个所谓IDF来说的话 我们紧急升空的时间 是在五分钟左右 它是反应最快的 是 它是最快 那如果是F16 大概要在六分钟左右 那现在问题就来了 如果今天真的来犯了共计 它越过了台海中线 进入到我的禁航区这个位置之后 事实上它离台湾这个位置里面 大概只有三到五分钟 它一定到得了 那我们会忽不住 我来得及吗 对 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 在这个基地里面 我在这个地方才开始说 我按了紧急起飞令 然后所有人开始往里面冲 最快五分钟的时间你要起飞 可是不对 我五分钟才能升空 还不一定能到得了 那个可以阻挡你的定点 可是你三分钟 就可以飞到台北向空了 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 为什么设置禁航区 非常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这是我最后一个底线 也就是如果我今天所有的 我不明的这个所谓的 我没有办法识别的这个飞行器 进入到这边的时候 那我空军就一定要在这个地方里面 我一定要起飞 所以在过去的时候 其实两岸里面 这个以供机来说 它也不会试图转到 闯到我们的禁航区里面 但是现在看起来 这么的一个深入的这个状况 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 两岸您刚刚特别提到说 兵凶站违的这件事情 或许你从供机的动态来说 真的可以嗅到那么一些 紧张的味道 会不会就这么给你游训转战呢 我们看到圈红圈这个地方 首当其冲在哪里 新竹 新竹哪里 南辽机场 那里有什么 那个有爬升率最快的 幻象战机就布防在那个地方 幻象在这个地方 阻挡致命的第一级 可以起什么作用呢 事实上我们现在在整个 空军的配置来说 我们有三款的这个战机 分别是幻象2000 然后还有F16跟IDF 你有发现到 其实我用不同的空城来做 那其实以幻象2000来说 因为它本身的 它的爬升率非常非常的快 所以它一直是负责我们在空域里面 比较高空层这样一个防御的状态 如果以爬升率来说 其实爬升率的概念 就是我在单位时间内 我能够爬到多高 这个其实如果爬升率越高的时候 就是对所谓的高层防御来讲 通常都会以重型战机来做 我们这边做了一点的比较之后 你就会发现到 幻象的这个所谓的爬升率 基本上比F16 还有这个所谓的新国号战机 还要来得夸 所以过去我们在所谓的新竹这个地方 为什么会部署所谓的幻象2000 在更早期的时候 我们是用F1动式你知道 那就是因为它其实距离 我们的首都非常非常的近 如果今天真的有不明 有这个所谓的来愈不明的 这个所谓的飞行器来的时候 我需要在最快时间 能够上去拦截 这个当然第一个 跟它发动机有关 因为它推力够 如果你今天超过这个爬升率 飞机其实就会有 产生失速的一个状态 我们再回来看 就是以幻象2000来说 虽然我们现在它不是一个 最新一代的战机 但是就它所佩附的 包含在这个RDY的这个雷达 你看它其实也可以同时 锁定24个目标 而且追踪目标达到这个8个 然后同步攻击4个目标 其实就当年跟现在来说 它还是一个非常富有战役的 这样一个战机 那人群我问你 不管你IDF F16 甚至爬得最快的幻象 只要你发现它踩进了我的镜号去 我才从这个跑到要起飞 你就都没乎了 三分钟就有台湾了 那我怎么破解这一局呢 所以现在对我们空军来讲 其实你如果发现到空军的说法 就是我们24小时的时间里面 都有战机在台海上空巡弋 24小时 都在飞 代表是晚上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这个飞机在巡弋 那这个是官方的说法 事实上我知道每天早上 我们其实像这个第一班飞行的 像天干机他们上去的时候 他们都会观测当天的这样 一个天后的一个 还有飞行空域的一个状态 但现在问题就来了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共机很有可能 它不是只有选择在上班时间 也就是白天时间才来攻击你 它也有可能在像刚刚发布 你们看这个夜训都已经开始了 所以看起来 其实以我们国军来讲 我们一样也有夜间飞行的训练 所以为什么我们的空军会说 24小时我们的台海领空 一定有我们的战机在巡弋 可是很多人也都认为 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台湾的空军来说 其实最欠缺的东西 叫做所谓的空中加油机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事实上我们回到空军的一个概念 就我们所有空军的所谓的战力 其实就是在飞机上 所以飞机只要有飞弹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战力 可是当我飞上去之后 如果没有油 这架飞机就算有飞弹也没有用 你还是得亡斩了 所以在作战时期的时候 我们都会提到所谓的战力保存 也就是我受到攻击状态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在所有的电影里面 任何一个基地受到攻击 所有的飞机一定做一件事情 叫做紧急起飞 因为它只要紧急起飞完 通常不是入库去保存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入到机库里面去 只要飞机跑到被炸了之后 你飞机一样没办法起飞 所以通常在空中 也是一个战力保存的方式 可是你到了空中你起飞 你就载这么多的油 你油耗尽了 你怎么办 所以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也就是如果在战力保存阶段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人提出来说 如果台湾可以取得 所谓的空中加油机的话 我的飞机飞到了空中上面去的时候 我就没有落地加油的问题 事实上我也不用再去说 因为如果基地受到攻击的话 我要去找备用机场 或干嘛把后勤补保 整体再作为移转 所以这里面可以看来到 如果以我们现在台海 台海的这个平均宽度 大概是在180公里左右 我讲实话180公里 真的很近 你知道吗 很窄 如果就这个战机 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提到说 3 5分钟时间 它就可以进来了 如果我们今天拥有这样一个 空中加油机的时候 事实上我的战机起飞完 只要飞行员 哪还能够负担飞行的任务 它的飞机上面 只要还有弹药 它就可以在空中持续的 保持它的巡逸 或者是在作战的一个能力 我就保证你燃料一定够 你可以继续的维持警戒作战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现在看到我们的空军飞行员 到美国陆克基地去受训的时候 他一定要接受一个 空中加油的训练 所以美方也都证实说 台湾的飞行员 事实上是可以拥有 空中加油的能力 但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空中加油机 所以现在空中加油机 对我们来讲就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哪一样的空中加油机 对台湾来讲是最迫切需要 而且我们最有可能购得的 当然我们如果就现在来看的话 美军所使用的KC-135 这样的东西 是我们有没有可能用购买 或者用租借 甚至在战时的时候 有一个可以互相支援的方式 可是以美国来讲 美国现在他已经改用这个 也希望去购买 这是KC-46A飞马的这个加油机 是他整体上面来讲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的 KC-46这个空中加油机 它跟过去这个所谓的KC-135 最大的不同是 它本身也采用所谓的模组化设计 而且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它事实上可以软硬管同时加油 所以如果在这样的时候 它的单位加油的量 其实第一个会非常非常的快速 更有效率 是 第二个就是它的载油量 可以达到所谓的96吨 96吨是什么概念 你知道如果用所谓的F-16 这个一般型的这个飞机在天空上 我们可以帮25架的F-16加满油 是 那25架其实就代表是 我在空中有25架的这个飞机 它其实是拥有战力的 快又有效 是 然后再来就是说 它的供油梳理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就是因为它本身可以做 软硬管加油之外 它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它做了模组化的设计 也就是我本身 这个空中加油机来说 我在需要担任加油机的时候 我就让它作为加油机 可是我也可以让它平常 变成所谓的货载机的 这样一个概念 它很能载吗 它非常大 所以如果就KC-135同行上面来讲的时候 它的货运能力是它的三倍左右 如果就这个人员运输 因为我们其实看到 像这种所谓的加油机 做模组化之后 你看像刚刚画面 就是所谓的硬管加油 它其实作为这个人员运输的话 它其实比KC-135 多了两倍人员运输能力 所以如果要做到快速打击 跟快速反应的话 它其实可以作为一个 非常强大的一个载具 过去讲中国全民大炼钢 现在是全民大造炉 要那么多炉子做什么呢 因为染疫身亡者多到来不及烧 中国官方却说 现在只有4%的重症患者 你在说给谁听啊 对 我们先看这个画面 这个画面实在太恐怖了 这个画面是在北京的这个秘云线 这个秘云线竟然被人家拍到 他们在征收什么 周遭所有人家里的锅子 他把这锅子要干嘛 把它融合 融合变成什么 做成焚化实体的焚化炉 大家想怕死人 你看到这里面的画面 一间一间都是一个一个分化炉 到底有多少的 不幸往生的遗体要烧 我给他看一个简单的数据 导播待会儿看这边 因为中国是12亿人口 12亿人口我们简单算 有7到8成的染疫 那就是8亿的人确诊 8亿的人确诊 我跟他报告 如果以台湾的死亡率 台湾的死亡率是千分之一 到千分之1.5之间 而且台湾是有序开放 有效疫苗 而且我们还是合理的去做防疫 多到千分之一 中国就算以千分之一算 都有80万人死亡 80万人死亡什么概念 文化大革命10年 不过死200万 一年20万 可是中国在两三个月之内 会至少有80万人的死亡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是中国真的 有史以来最大的浩劫 是完全不为过 这个画面是什么 这是一个90岁的老太太 其实身体也算健康 他这个人他要连续十几天 发烧 不舒服等等的 然后他真的病到没有办法的时候 他这样走了两个小时 跑去买药 90岁的老人家 所以你跟你讲 他的基因本身就很好了 你在农村可以活到90几年 是不得了的 结果你知道吗 最让我悲哀是什么东西 他走了两个小时去买药的时候 去跟医生买药 然后记者有去问他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到现在不知道 有新冠肺炎这件事 医生问说 你知道什么是新冠肺炎吗 他说不知道 听都没有听过 我的意思是说 中国的农村跟城市 有非常大的城乡落差 城市里面都搞成这样了 如果农村面对到大规模感染 会发生什么事 尤其是过年要返乡了 这个东西会是中国的第二波好奇 好 我们讲到病毒了 伤身体 病毒也伤经济 德国看到了什么警告 警告了全世界 2023全球皮绷紧了 中国染疫全球要锻炼了 对 没有错 我跟大家讲 一般来说我们看这个 所谓的制造业 都看制造业PAI指数 对不对 这个PAI指数其实有个满简单的 判断方式 就是50叫窟窿线 50以上繁荣 50以下可能就要萎缩了 可是中国是这样的 中国是制造业大国 所以你看这个窟窿线 以以前来说60是比比皆是 可是现在这样你看 首度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封控最严重的时候 中国的窟窿线 也都在50以上 可是你看现在这样 一路向下 首度现在到多少 到49左右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 这是很不寻常 苹果这样通过中国工艺商 第一件AirPods Apple Watch跟Mate 零部件要减少 而且这种减少是它预期什么 不只中国做不出来 而且中国的消费市市场会萎缩 所以它是变引到头的生产端 尾巴的消费端 一起萎缩的加工状况 所以你看 江苏印刷电路板工艺商 余半的研工检测阳性 雇主要求什么 你阳性就先放假 你如果清晨就赶快来上班 所以这个大病 真的把中国正要复苏的经济 又来一记重拳重重的倒在地上 一个蝴蝶挣个赤会刮起大海啸吗 我们看到从中国内部的锻炼 一直到整个消费端 吹出高通膨 正好进步要告诉我们 居然跟台湾息息相关 说到通膨最敏感的 我们就看到在台湾 全世界百货公司密度最高的 就这个地方信义计划区 感受到什么海啸 今年1月1号的时候 非常多人包含是我 对于Near 90 旗灯号是感受到非常非常的 这个坦白这样惋惜 或者是青春已死的感觉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就是Near 90的画面 Near 90其实差不多在十多年前 21年前在信义区插起 那个时候信义区 连星光升业都只有一管 他说Near 90插起的时候 他就想说 大家都做百货公司 我要做什么 我要做目的性消费 什么是目的性消费 我不是想百货公司 我没有目的 我去百货公司逛一逛 杀时间 目的性消费是 譬如有Near 90 有最大的Nike 我要买鞋子去就是Near 90 Near 90有什么 有八扣 我想喝杯酒去Near 90 Near 90里面有马辣 我想吃个马辣火锅去Near 90 就是说他是目的性消费 他目的很明确 他不是没事才去的 所以不会有人去Near 90闲逛 可是去Near 90 每一个人都是要消费的 所以对于Near 90来说 那时候就在整个新义区 杀出一条血路 结果没想到 现在竟然垂席的席灯号 这让人家觉得说 非常非常惋惜 可是我要这样讲 整个商场就这样 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人愁就有人欢乐 有人萎缩就有人要趁机扩张 比如说前一阵子成品生活馆 不是说营业至2023年 也就是今年的12月子吗 他说大家说为什么成品不营业 成品加大业大 没道理没办法营业 原来这座房子的房东是统一的 统一企业 现在传算要把整个成品拉回来 自己做百货公司 做统一时代 百货恶管 我的意思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有人愁 有人欢乐 统一现在很有可能要 挥金进入零售业 所以我们看到新义计划圈 NEW 19掰了 我们看到了新义成品掰了 在整个后面 你看到的是时代的眼泪 但是观众朋友 我们要来告诉大家 新义成品退出这个商圈 背后居然是统一打造全球物流通 亚洲物流通的眼心 统一集团在这个罗志仙 他就是高清院的女婿 接班之后 2013年到现在接班满10年 很多人看不太懂统一的布局 有人就说 你怎么一下搞个孟什南百货公司 你怎么一下在台南新市 台中港还有桃園航空城 分别成立物流中心 你统一是钱太多了吗 所以都买一个 洗买一个 你的扩张是为了什么 你的布局到底是什么 直到现在统一的现在 咱们叫做罗志仙 告诉大家他的完整布局叫什么 要打造亚洲流通生活平台 什么叫亚洲流通生活平台 这个很空泛 我跟大家报告 在商业的竞争之下 你在竞争之前要了解自己 战略的优势是什么 罗志仙就说 我看过罗马 我看过Costco 这些都是零售业的巨头 对不对 可是他说统一 是现在所有零售业中 唯一具有食品制造业本的零售业商 统一是做食品起家的 他是从食品业扩张到零售业 所以他的根本是食品业 所以他说很简单 我在世界各国 我在韩国 我在菲律宾 我在印尼 我在越南 我在泰国 甚至在中国 甚至在印度 他都买下非常多的食品工厂 比如说Costco要扩厂到越南的时候 他不可能去越南买食品工厂 可是统一的逻辑很简单 罗志仙说个概念 我认为他说 我认为有庙的地方就有信徒 我不需要去找信徒 我在那边盖一间庙 或是买下一间庙 我信徒自然来 有了这间庙 我就能接触到新的供应链 所以他在韩国 买下一个在韩国 有70年历史的食品制造工厂 他做黑麦汁跟乳榫汁 他的黑麦汁 在韩国市占率在70%到80%左右 所以他都很简单 我把这个大的食品工厂买过来 我是不是就有我的信徒 我有这食品工厂 我是不是就有我的供应链 我有了信徒 有了供应链 我是不是可以仿造 我当时统一食品 跨足统一零售业的模式 从食品业跨足到零售业 他的逻辑很简单 他在世界各地插旗 在韩国插旗 在菲律宾插旗 在这边全部买食品加工厂业 这是他的优势 所以所谓的亚洲 流通生活品牌是 当他在世界各地 都有食品加工厂 他在世界各地 都有7-11的时候 我问大家简单概念 我能不能在台湾 喝到韩国的大麦汁 可以 我能不能在台湾喝到 越南的这个所谓的 他的那个越南奶茶 可以 而且喝的是最正宗 因为是我买韩国最好的品牌 我在那边加工制造 我还要送来台湾 反过来我会在韩国 吃到我台湾的统一泡面 所以这叫做亚洲流通生活品牌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蓝图 好 我们看到了 你想要放眼全亚洲 台湾呢 你回头去看不用太久 就过去两年之内 统一一直冰沟 一直冰沟 一直冰沟 买下了加勒服之后 你赫然才发现 台湾就两座山 一座山是全联 一座山是统一 你的十一柱情 你绕不过这两座山 对 这个太可怕 我觉得现在商业已经进入到 大者恒大的地方 我们知道我们平常走出去 我们发现我们琳琅满目的选择 有统一 有加勒服 有一大堆的 可是观众朋友 当我们看到有这么多品牌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其实都是两个集团的 而且这两个集团 现在已经冰血相认了 好可怕 我跟大家报告 第一个是统一超山集团 另外一个是全联跟全家结盟的集团 现在统一超山集团 统一超山集团后面下面有什么 有西非野本 有康史美 有伯克莱 有星巴克 有Costal 你吃的喝的住的玩的 全部都是统一超山 接着统一超山并购了加勒服 你后面看到所有Carrie Ford 大大小的都是统一超山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叫山山加购 里面有美联社 想说我把美联社便宜一点 那行吧 不好意思 也是统一的 还有山友药业 更可怕的事情是 当统一把所有物流列都吃完后 他要玩什么 玩线上支付 线上金流 里面刚讲这些所有东西 iCash都可以用 一年多少营业规模 3000多亿 统一这样搞 全家也不能说 所以全家跟全联并 全家跟全联并 他们的并他是策略合作 策略合作后全联收购什么 收购大轮发 所以说他们也变成另外一个大巨头 全家上面叫做全营配 全联叫做全支付 也在玩并购了线上支付 他们的金流规模有多少 大概也是两三千亿左右 所以看我们这么大的 这个所谓市场 我们以为我们有选择 其实抱歉 你们没有选择 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这个东西台湾零售业 已经进入到大成很大的时代了 极端天气不只极端 而且怪异 看到了这个冬天该冷的地方不冷 不该这么冷的地方居然冷到爆 零下85度的北极漩涡南下 从老军山到峨眉山人潮几暴 受困山顶这么冷 冷到官方发出警告 而原本雪线第一排的阿尔卑斯山 这个时候居然一片绿油油 出上了史上最热的冬天 当阿尔卑斯山不下雪 它预告了今年春夏怎么样的大灾难呢 天寒地冻 你平常看不到的北极生物 跑到人们的眼前来了 而且世界变成两个不同的世界 最近冰天雪地 整个新年假期完全都不一样 大陆新年假期 大家都喜欢看金鼎 金鼎积雪是大陆最美的佛教美景 大家都喜欢去老军山 我给大家讲 洛阳老军山 你看多美啊 洛阳老军山金鼎 雨上 雪下下去 好美 好 现在人山人海去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发生什么事吗 开车要超过四个小时 等那个缆车 要排两个小时的路 太惨了 这是灾难吧 然后我告诉你 你看这个上上下下就那条路 我告诉你 而且十一点开始下雪 三点钟阶梯结冰 结冰就滑 你看 我告诉你 好辛苦 人山人海 走了七个小时 还没看到金鼎是什么样子 走了七个小时 这在讲什么 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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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直喊 现场鼓噪了 退票 鼓噪 为什么 没看到金鼎要往回走 你知道几点才下山 几点 晚上十点以后才开始 陆续下山 我到底花了多个小时啊 而且老军山本身下午三点 就不卖门票了 是 外面人山 你知道为什么 我开这么远 排那么久的那个缆车 我来让你不让我卖票 所以整个大暴动 这简直不可思议 没看到仙气只有暴气啊 对 好 你讲对了 老军山因为去年 封山 今天一开放 大军山去沾仙气 你看看原来这个 多美啊 太美了 每个人都想去看 这多美啊 每个人都去沾仙气 结果没想到 医生的怨气 医生怨气啊 还有一个 如果讲到金鼎飘雪 全世界最美的是额眉衫 比他还漂亮啊 我到额眉衫去看金鼎 我穿得很厚 这个导游丢军装给我们 说你们这根本搞不懂 不够 要穿军装 军大衣里面都有毛的 是 额眉金鼎的雪 我告诉你 三千零六十六公尺高 那简直美不胜收啊 每一个都想去看 好 那你先来了 四大奇景之一 孤绝于山顶之上 你看 我跟你讲 这个叫 乌松 乌松是天下最美的 好 玉树 乌松 大家这样去看玉树 你看多美 好了 你知道多少人去了 多少人 超过两万五千人 这一座山头挤这么多人啊 我告诉你 人 你看 糟糕了 就这条路上下你怎么办 我告诉你 这个怕垮了 看到没有 这桥耶 是 这桥了 人来我告诉你 政府已经宣布 禁止人在上山了 不准在上山了 会出意外啊 会出意外 但是已经上去的人 对不起 根本没有办法 好 所以我告诉你 因为太冷了 大家想看雪 看雪的结果就是 毒毒毒 塞塞塞 马老师给我们看到 是一开始是冷 冷到天气都乱了套了 连动物都搞不清楚状况了吗 我告诉你 在英国一个小镇 叫斯卡伯勒小镇 居民洒住了 在沙滩上看到一个 北极海象 北极海象跑到这儿来啊 他们要给他取个名字 叫雷神 全小镇人都来看 好可爱哦 好猫 全小镇 他这个牙齿 比一个人的手背还粗 那他多大一只啊 好大一只哦 你知道 这个小镇有史以来 没看过海象 全小镇第一次看到 居然有海象来 北极海象 你帮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 它是12月31号来的 结果呢 他们不放跨链烟火了 因为这只海象 因为怕吓到他 取消了他们跨链火 对 取消跨链烟火 好 大家要知道 北极海象 本来只在浮兵上生活的 你看这就是这个海象 跑来这个海滩上面 好你看 你看北极海象 只在浮兵上生活 对 你知道现在 北极海象那些浮兵多少 多少 476万平方公里 这是什么意思 人类史上 小于500平方公里的 只有三年 三次 这三次都在最近四年 就是说2018年以前 北极海象 没有小于500平方公里的 现在说到只有476 476它就没浮兵了 没浮兵之后 你知道它有多远到这边来 由674公里 好辛苦 对 这个是暖化下的杯葛 对 所以现在 我告诉你 你以前偶尔在阿拉斯加跟加拿大 才可以看到海象 现在在美国加州都可以看到海象 美国加州 对 都可以看到海象 那还不稀奇 那美国加州看到海象 是在加州的北方对不对 还算比较冷的地方 现在在南加州 看到雪宵 这个是北极海的吗 哈利波特你看到没有 那一支送信的 送信的就是雪宵 是 雪宵是北极之王 它是在北极飞的 怎么也飞这么远来这 雪宵是北极之鸟 它基本上在冬天太冷的时候 你可以在阿拉斯加跟加拿大看到它 对 加州都很难看到它了 是 在加州的南部看到它 那不是更难吗 不可思议 我告诉你南加州从来没看过雪宵 所以现在专家讲 它绝对不从北极飞来的 不可能 那就现在有两个疑问 两个疑问我都不认为 第一个说它藏在船子里面 到南加州了 我不相信雪宵 它没事钻到船子 钻到船子去 对 第二个说是饲养了宠物 逃了 哪有在南部这么热的地方 你去养雪宵 至于它的毛 如果你在南部养雪宵 它的毛都会脱落 因为太热了 对 所以你看 居然在南部看到了这个 这还不稀奇 我们看加拿大 加拿大有个小镇 它刚好在五大湖的湖边 是 最冷的地方 我告诉你 这什么 这全部变成冰宫 这真的有人住的房子 有人住 而且这餐厅 餐厅 不可思议 你知道为什么会变成冰宫 因为那个时速100公里的风衣 吹湖水 变成八公尺的巨浪 一拍上去 注意看 来了 来了 八公尺的巨浪一拍上去 它本来还没有 零下超过18度 一拍上去 你看本来是这样子 各位看本来是这样子 它一拍上去就当场结冰 一拍上去就当场结冰 那我冰不是越结越厚了 超过30公分 好可怕 超过30公分 我告诉你 30公分 它会垮掉 现在已经死了56个人 真的 死了56个人 你看没有 你看没有 它拍上去看结冰 拍上去看结冰 拍上去可以结冰 它越结越厚越厚 现在我们还可以看到 它的形状对不对 到最后什么形状都看不到 好 你现在还可以看到 它的形状 越来越来越来越看到它的形状 冰雪窗帘 就整个把它冰封了 整个冰封了 而且里面冷得要密 简直不可思议 你看 这在海边的这些 全部就变成这样子 原来的窗户 门什么 全部你都看不到了 好 冰不但封屋子 它还会封动物 冰封动物 对 都不死定了吧 这只鹿 第一次大家以为它冰 它该一跑 下一次不能跑了 下一次它被连到路上 你看它连到路上不能动了 这个冰快连在这个地方 它连到不能动了 脚 手的 现在人救它 就发现它还活着 它冰在路上不能动了 居然还活着 它在扒什么 把它除冰 整个脸 冰得到处 还有脚 你看它脚 脚冰 所以现在帮它再除冰 把它这些冰全部除了以后 居然还要救火它 我告诉你人类就没有路厉害 这是冰洞 小路在网路上非常有名 是 如果人整个头都是冰 脚都是冰 被连到马路上不能动 死定了吧 就死定了 所以这条路幸好它还活着了 好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大家一定要有基本观点 这是地球 地球很重要 就是有一个喷射气流 不然就是蛇型的 它是蛇型的这样 好 喷射气流可以挡住一些东西 一直北极的冷空气一下来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 就冷得要命 假如你在这个地方 冷空气下来被喷射气流 喷到这个地方就暖得要命 它好像一堵墙 喷射气流就是一堵墙 而且它是蛇型的 所以你在蛇凹的地方 就冷得要命 现在中国大陆 日本就在这个凹的地方 欧洲现在就在这个凸的地方 欧洲所以现在围墙外 暖得要命 冷空气都被这个 喷射气流挡住了 好 我们来看 2B13 瑞士的2B13北陆 我刚刚已经讲了 你现在去北海道玩要小心 对 冷得要命 我鼓励你去瑞士玩 为什么 因为瑞士的2B13北测 现在测到了20.2度 隆冬的时候 对 20.2度 这不是应该下雪吗 这20.2度是什么意义 我一定要跟大家讲 从来没发生过 再讲一遍 历史上 历史最高温 从来没发生过破20度 这个地方没 这辈子没见过20度 上辈子也没见过20度 你知道它平均在这个时候应该几度 4度 4度 高了60度 它什么时候才会破20度 要6月 现在居然在度过夏天的温度 对 6月才会破20度 在阿尔比斯山上面 好 它这么热发生什么事情 第一个 冰山消弭了 各位要知道 1900年到今天 阿尔比斯山在六个国家境内的冰山 已经减少了一半 一半 2100年减少九成 所以现在你看 飞行摄影师废雪 他花了大精神去造冰山溶解 他为什么要造冰山溶解 他说200年之后 我这影片就珍贵了 后世200年后 不知道什么叫冰山这两个字 统统荣光了 统统荣光了 没人知道什么叫冰山 冰山是什么东西 只有靠我的影片才看得清楚 所以他把冰山壮丽的美丽的 阿尔比斯山上的冰山造下来 我跟大家讲 2100年只剩下一成 一成了 2200年 阿尔比斯山没有冰了 这件事情他预告的什么危机 马老师 好 不要等到2100年 2200年我们好远了 我告诉各位 阿尔比斯山本来是应该大雪纷飞的 现在这就是阿尔比斯山 完全都是没有雪的 你看一片绿意 一片绿意 是 昂然树木这样子 这里不是有雪吗 人造的 为什么要人造 我要跟大家讲 因为瑞士获得了这个世界杯滑雪道世界大赛 是 他要办世界大 一般会来看世界大赛 超过25000观光客来 他赚很多钱 对 他现在没办法 他办世界杯 所以他只好用人工造雪 全 百分之百各位观众 连一点自然的都没有 这算是平常这个时候 这里应该自然要下雪的 对 我跟你讲 不然自然下雪 因为很厚 很厚 结果你看多奇 这个白色的雪都是 你看旁边绿草如荫 树木昂然 看 黄色 这个旁边 这个百分之一百人造雪 所以你就知道 现在的世界是两个世界 冰雪奇缘 一句话说 有沃土就有害虫 台南市议长选举买票传多久了 简调终于收网 今天晚上尾翰要带我们层层来播进去看 最关键的三个人 郭再卿跟首度曝光的中间人杨志强 他们被申请羁押 唯一没到案的是 选前传出恐吓国民党市议员的林世杰 今天我们就要带您看到 这次居然搜出了保冷袋里成捆的千元大钞 那些是来不及送出的后谢吗 黑金买票的真相是不是呼之欲出了 俊强哥还有观众朋友 台南地检署对于台南会声会影 大家讲了半天说要办 选前还有88枪 选后还有郭再卿 都共娘了 丘利利还不就是高票当选议长吗 但是观众朋友 台南地检署 这一次完真的 兵分26路出动100多人 俊强哥最重要的 我看到的关键是你们知道吗 我看到的关键是还出动宪兵队 出动宪兵意味着什么 出动宪兵队代表两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他可能不相信部分的警察 他直接指挥宪兵 警察可能会通风报信 警察跟地方的人脉盘根绰结 你看台南警察最近来跑去新竹 出事对不对 所以出动宪兵队 第二个 出动宪兵队代表什么 代表他可能会遇到 驳火的反击 已经做了驳火的准备了 今天宪兵队直接火力来了以后 如果对方反抗的话 我今天搜索过程当中 居然遇到了对方又有军火的时候 我就要压制你们了 所以他们搜索的对象 到底能多黑啊 所以就知道了 所以黑金在台南已经不是传言 现在正在侦办 观众朋友 这是议长邱莉莉 这是副议长因为刚选上 林志斩 他们两个居然 这算是丑闻 一个50万元 一个20万元交保 议长跟副议长刚选上 就被检掉大动作搜索 而且还出动宪兵队 还有火力压制 然后两个人分别 50万 20万交保 代表什么 代表他们可能涉案 代表什么 代表检察官怀疑你们 对 所以这是议长 这是副议长 这一位现在目前深压 郡相哥 他叫做郭再青 我们已经讲了两个礼拜了 光电跟他有关 88枪也是他之前的工厂 然后他还跟邱莉 住同一个大楼 他还跟黄伟哲 被谢荣介讲说是地下市长 他现在目前是深压状态 表示他涉案更重 这是交保 这是深压 有一个没有道案 你知道吗 选前我在讲议长的投票前 议长投票前 有没有议员被请上车以后 好好的告诉说 你怎么投票 没有 我只是谈一下话而已 那个人叫林智杰 也就是议员的爸爸 林一婷的爸爸 他基本上他没有道案 那有可能会通缉他 那会出东西 可能跟他有关 因为他地方他有一些 所谓这个比较地方的势力 黑道势力 爆发的第一时间 包含他女儿还有当事人 也发出了声明 信誓旦旦都说 自己绝对不是你们指控的黑金 你为什么不出来 有什么不出来的理由吗 对 所以基本上他不出来 而且目前没有道案 他有可能后续会被通缉 因为相关的人等 邱莉莉 林智掌 郭再青 还有这位 大家可能没听过的杨志强 现在他也被升押 所以两个被升押 这个郭再青被升押 那这个杨志强又是谁呢 杨志强基本上在他的公司 有找到将近一千万 八百多万的现金 所以他有可能 就在我们这个过程当中 变成是白手到负责付钱的第三人 好 所以现在整个结构出来了 现在大家怀疑 检掉 怀疑的是什么 从最上游到中间人 到最后伸手拿钱的 钱有没有来自于这两个人 然后透过中间人 杨志强我们第一次听到的 由他去送钱 检掉怀疑这个脉络 要去求证 而且为什么会在他家里 你可以去解释 你的千万现金怎么来的 但为什么要一袋一袋 装进保冷袋 是还来不及送出去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 现在目前找到这个金额 他被升押 我相信他跟他的律师 是为他自己的权利来做一些辩护 可是现在在台南所传出的金额 还不只是这个800多万 每一个人都传出原本200 300 500对500 1000对1000 前金加后瀉 那这只是传言 你要还当事人清白 当事人现在不但没有拿到清白 议长副议长通通都被调查以后 50万 20万交保 所以这个叫做目前 台南市议会的议长副议长 发生丑闻 被交保 这个是郭再卿 大金主 这是大金主的朋友家里面有放钱 这是另外一个 可能在地方涉及说 用黑道势力去威胁议员投票的 通通榜上有名 那么现在目前 莫里萱就是黄伟哲 因为黄伟哲跟邱莉 跟郭再卿都非常好 既然你身边的人通通被调查了 还出动了宪兵队 黄伟哲这个市长第二任怎么做 那陈廷飞先前一直在讲说 检调该动了吧 检调该动了吧 他已经讲了一些 检调现在动了 可是明镜当然也有反弹声音 讲说你今天弄到鱼死网破 你不要以为四年以后 黄伟哲不能连任 就一定会是你 可能民进党那边 还有其他的人要来选 好 今天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 谭论市议员梁盖森 今天来到这个地方 回答我们两个问题 现在整个昨天的整个 收网大行动 唯一还没到案的是林世杰 先前被指说你黑金 信誓旦旦 黑金跟我没有关系 可是他现在没有到案 我就问了 是不敢出来 还是不能出来 他在整个 这个买票的这个遗运当中的 角色是什么 一张没出来 当然很多人在看到 可能有听到消息 就说要动了 所以要动的话 我先闭一下 闭一下就变成 你们笔录都问完了 那该交保就交保 准备生涯 他的不出现 可能会造成今天下午 那等一下法院 对于杨志强还有郭再欣的收押 可能性会增高了 我不能让你们串贡 你来行的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没有到案 那他们过去的通年 因为检掉现在办案 为什么说是科技办案 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有查到什么钱 就是这些当事人的议员 没有查到什么大笔钱 对 可是你知道 这种会选 这几十年来 已经精进到非常缜密 你要拿到钱 其实这么早就有风声 你有钱你赚也赚好了 你现在去查要查什么 你是通天下 第一个前进后卸和街上 都发出来的人就是你 可是昨天才动手 而且昨天动手 我们觉得很晚了 居然也查到那个保冷袋 千元大钞一捆一捆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说 你怎么现在去启动 要查到钱很难啦 可是不表示案子办不下去 道高一尺 谋高一善 就是说你很会藏 可是我很会抓 那我再问你 杨先生 杨志强 是这一次呢 他被生腰 我们才发现还有这一号人物 他是中间人 他整个在这个检调侦办里 他的角色是什么 这个我也认识他 就说他跟很多艺人都不错 他平时也是做很多公益 可是这一次 为什么他有去接触了谁 就是说我了解是 他接触了方一峰 因为方一峰五共 那一天他有公开讲 所以他到检调那边 一定有讲 不然检调不会传他 也不会搜索他 对不对 他送钱的白手套吗 到底杨董是接触了几个人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 他生意做蛮大的 生意做蛮大的 那他跟方一峰讲的 是什么代价 什么条件 方一峰有没有一五一十说出来 我们不知道 我在现场听的时候有四个人 四个人就讲 他说 叫他不要回家 不要回家 不要回家 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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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他没回家 他说他要尊教党团结益 他要尊教党团的关系 但是我听到他接触的一个人 那其他三个人是谁 就应该他是还有接触 所以为什么 你看昨天晚上 我看最新的报导是 另外有没有被说索的议员 以证人身份去出帖 那这个有 这些里面都可能 就是说大家 剪掉再做最后一块拼图 要收押他 一定要拼图完整 不然华院不可能 让你随便收押一个人 整个收网行动 大家印象最深刻的是 这一段描述 居然在保冷袋里面 发现了一捆一捆的千元大钞 刘凯生 这个是还来不及送出去的 后屑就被抓到了吗 这我们不能这么断定 可是一般送钱 就是会在车上送 有时候 我听过有人说在车上 那你把钱拿走 你下车就拿走 但是我也 我也有听到说有人不拿 我不可能违背我的党嘛 对不对 有人不拿 所以已经有人得手了 而且是在车上交付了 就是说我理解的是 有不得手的有人跟我讲 他不接受 不接受条件 那但不是杨先生 所以这个钱你为什么到 是没有送 因为其实投完票 25号投完票 风声是更紧密 就剪掉这边 不是你投完票 选出议长就算了 其实我已经听到要动了 上个礼拜我就听到 这个礼拜要动 那你看我能听得到 他们怎么可能没听到 那剪掉这个要动作 是事先放出来 还是说我早就掌控好 只是启动一个程序 那当然今天收到这些限款 恐怕杨先生被收押的几率 又更高了 又更高 那再加上林先生不出来 这样的事情 这差了 那他们过程当中 有没有跟议长讨论 跟市长讨论 这个过程都有通年 而且不必通 我跟你讲 就像我在这边录影 从通年记录里面掉 就知道我们正好 我们三个人 同一个时间在什么地点 等一下 相处几分钟 等一下 你刚刚讲的话 有一个美感 如果要互相的勾串 或互相的讨论 我为什么要找市长讨论 我要来问你 现在检调收网 我们就看到了关键三个人 郭再青 杨志强 还有梅道的林世杰 这三个人是关键中的关键 结构就这样子的吗 还是后面还有其他的鬼旁的人 火会不会一路烧 会不会烧向黄伟哲 不一定 因为你看 林世杰没有出现 他的女儿本来是 黄伟哲的贴身秘书 我在台北录影的时候 碰到黄伟哲 就他跟着来的 所以他后来 他又去选上仪会理事长 之前黄伟哲又派林先生 当那个总经理 对不对 农产公司的总经理 那郭再青跟黄伟哲 你看所有 那一栋大楼的住户 跟我们讲就是 市长请在这栋 就现在所谓的光电大楼 包括里面 你有朋友 我也有朋友住在里面 人也会跟我说 然后议长也住这一栋 然后郭再青也住这一栋 所以经常在讨论的过程 其实谁有来 谁没有来 你的手机的定点 他们掌控的一清二楚 所以现在九合一 惨败之后的民进党政府 现在做什么事 抓害虫 做什么事 还要发现金 但能挽回民心吗 好 先前蔡总统在元旦说 暂时去捕劳健保 我有没有在我们节目跟大家讲 一定会发 对 现在是不是要发 1800亿拿1400亿出来 一个人大概发6000块 这就是苏文昌院长他的保命符 观众朋友 两个层次跟大家解读 第一个 因为2023年 今年已经不是2022了 2023是整个总统大选 跟立委的选举年 所以立法院要省这个预算 对不对 没有人会反对 因为我们都要选立委 谁敢反对 第二个就是民进党还要选总统 是赖清德 台南现在出这事情 他要清理战场 第三个就是苏文昌院长 他还想留下来当院长 所以如果这件事情 不是在他任内 蔡总统不发 等到他换了以后再来发 那他就不会是行政院长 我现在所看到的俊阳哥 不只是发钱要降低民怨 增加民进党的好感度之外 苏贞昌可能因为这样 暗示大家 明示大家 他要留下来了 蔡总统都要让他宣布发现金 所以1月13以后 苏贞昌很可能留下来 那这会牵涉到 顾立雄跟陈建仁 或许都有某种理由 原本有思考 但最后没有过关 所以发现金的事情 一来是要降低民众对民进党的仇恨值 二来也等于在跟社会道中告知 苏贞昌他要继续留下来 注意看这个男人太狠了 他可能继续干下去 好 我现在提到的是 苏贞昌的隔魁保卫战的步步惊心 居然在过完年后 我们拿到的6000块的背后 暗潮这么汹涌 我们就来问了 你一直提到说 内阁改组这件事 我们只要看一个指标 就是天下第一步 内政部 对 我们现在内政部长现在 曹仲已经没有大人是代理部长的状况 警惕问题 玻璃斯大人士气这么低落 你要怎么办 我要跟大家报告 如果孙昌他真的如愿留下来的话 那么天下第一部的内政部 有没有换就是关键 因为大家感觉 这个内阁要有焕然一新 那天下第一部 现在代理部长是谁 是花敬群 花敬群是都庚的专业 来 居家给我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跟花敬群没有私怨 可是我问了好几个 不管朝野的立委 民进党也有 像高嘉瑜 时代力量向秋显制 国民党大家都够花敬群 有够嚣张 李贵敏都被他骂 所以说花敬群非换不可 好 那我内政部长 他管理警政署的 要换谁呢 就会换有经验的 过去叫战斗内阁 现在叫保政权内阁 那要吹响这个号角 最会吹小喇叭的人 就是李毅昂 李毅昂是阿扁时期 当时有战斗情感的 党内备份够 而且这个业务贤熟 我也讲白了 他当时是不是阿扁任内的 内政部长 对 所以他当过了 而且他其实基本上 他非常老臣持重 这个叫保政权内阁 不是战斗的孙晴 你要战斗啥 配合赖清德 选好2024就好了 所以现在有人在讲 倒不如把李毅昂找回来 他当内政部长 就不会有立法院 这么多的朝野嫌隙 最高的信义计划区 最敏感 我们就看到 包含Neo 19到信义成品 相继消失的地标 背后何止是时代的眼泪 今天晚上 我们告诉大家 高涨的通膨 也造成台湾零售通路 大洗牌 今天选合要为我们来揭秘 成品退出信义计划区 原来背后 暗藏了统一罗志仙 抢当亚洲通路王的野心 这只是他的第一步 我们先这样讲 春江水暖押先知 也就是今天景气的波动 我们从房地产的改变 可以看出一些方向来 也包含了整个信义区的 消费能力 第一个我们要讲Neo 19 他刚成立 我基金会也成立 在那边办活动 所以我对他印象很深刻 他一直在一个很 很好的地段 然后里面虽然一直改来改去 但一直屹立不搖 最重要的是 他竟然宣布没有叙租 今年1月1号 习登退出信义商圈 他陪伴了多少世代 最年轻 最厉害的东西 在那里都找得到 而且更重要的是 开幕21年以来 从来没有亏损 他从来没有亏损过 因为他大部分是吃的 所以你进进出出 进进出出 人们再怎么受到影响 都要吃 结果这一个建新开发董作 他是最懂信义区的二房东 二房东的房子也结束了 那还不止这一个 如果你只看信义区 只有这一个话也就算了 成品生活 就我们那一个 之前说敦然成品没有了 剩信义成品营业 也到今年12月合约结束 不续约了 所以这间24小时的成品书店 退出信义计划区 是板上钉钉了 我们先这样讲 其实这个24小时 是一磅接一磅 原来是敦然成品 对 敦然成品24小时 因为他要都跟整个房子 要全部改建 让给信义成品 信义成品 现在也没有了 他的24小时的书店 可能又要让给成品松烟店了 因为以前台湾还有观光的时候 很多香港人 很多外地人 是来看这个24小时书店 结果现在成品 也不能让他都没有 所以第一个他要往下走 可是有一个问题是 成品信义店这一整栋楼 通通没有续约的时候 那到底未来何去何从 目前的猜测 因为背后台南帮 据说是统一收回来 要自行营运 他要自行营运 来我们看这张图 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是 忠孝东路市府捷运站 是 统一时代百货在这个地方 他后面的就是成品信义店 所以这个统一收回之后 他就连成一气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统一集团大家都在猜说 他底下有没有跟书籍 出版相关的 篇就有博赫来 就曾经出现 清洁阿姨新闻的那个地方 所以可能开设 统一时代百货的二馆 博客来的实体店开在那边 但为什么会有 这一连串的变动呢 被视为跟统一集团 本身的理念变化有关系 我们慢慢就说到了 整个问题的核心 大家还在感叹 时代的眼泪 但是背后 我们看到了统一罗志仙 布局通路的一整套的野心 跟布局 这只是第一步而已 是 因为时代的眼泪 但时代其实不流泪 时代只会往前一直走 国道服务区 以前我们一直讲 国道服务区有南仁湖 当年经营的最出名 可是没有想到统一超商 悄悄悄悄的 跟全家便利店一样 也开始进入国道服务区 而且抢的都是大服务区 泰安仁德 东山跟2022年4月30号之后的官庙 这都是大的集合的休息站 他现在抢下来之后 竟然变成国道服务区 加速最多的业者 都在过去这三年 点点吃三花公 什么时候统一超 一步一步插旗国道服务区 我给你看到了一下 两年前是两家 去年四家 今年可能要再吃一家 变成五家 这就是一个示范点 也就是今天你有物流 有统一超商 然后能不能把这个规模再扩大 变成大卖场 变成一个国道服务区 你可以快进快出 甚至把它变成观光景点的时候 统一超至少在这边测试 今年整个运作起来 它会变成一个新的营运模式 不管是物流 不管是零售 甚至包含了美食街 它都有实际可以测试的地方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消费终端的 消费端拼命的插旗 两家 四家 五家 背后它的后方支援的军火库 居然也一座一座的要长出来了 三军未动 粮草先行 粮草要靠什么 就靠两末队来运 统一去年把底下的五家物流 因为它原来集团有太多物流了 一个超商一家 然后书籍一家 它把它全部集合成立一个 叫统流开发 然后在三个地方 台南新市 台中港区 桃园航空城 分别都投资百亿成立物流园区 而且第一个 你先讲 台中港区跟桃园航空城 是可以从外面进来的 对 这都是国门 是 所以它整个经营的概念就是 我今天不是只吃我底下 所有的零售业 有一天我还可以吃到整个港区 甚至大型的物流园区的经营 这个才是它现在的投资方向 好 罗智仙的整个布局的 脉络跟战略战术 让大家最最有感的 我们给大家看到 今年才要发工 强强联手之后会发生什么大事 同一集团买下了佳乐福 最强的超商 最强的量贩 他们合并之后 今年营收要大发炉了吗 我们这样讲 你买下佳乐福 并不是只说只买了一间超市 而是你可以跟你很多的 譬如说超商电道店服务 譬如说仓储 譬如说库存 甚至下单你全部并在一起的时候 你的营收不只上升 而且你更加谈价 买价 全部都会有改变的时候 你不是只有店面 而且你是把所有的物流零售 从上游一路整合到最下游的时候 这是一个更完整的 产业工艺链的一个方向 好 学生刚刚讲到了一个工程掠地 一个并购并购并购并到后来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要来告诉大家 一个大家已经发生 但是不曾察觉的是 原来所有台湾人的生活吃喝拉撒 最后就脱离不了这两大集团 我们这样讲 台湾的零售生产圈讲白了 就是从头到尾 你从我们刚刚讲 从最上游到最下游的 你家附近的便利商店跟超市 结果你实际上切下来 就是统一超商 加勒服 三商架构 是一个 全联大润发跟全家便利商店是一个 所以我们这样讲 你不要以为全家便利商店有什么 之前某一家公司 不是被人家下得快百亿 去抢他的股市 就是因为当你掌握了终端的 店对店的这个目标的时候 你什么东西都可以卖 你连自己的金流 自己的电子支付通通可以做 所以我们说的就是泰山的经营权 泰山是这么优质的食品厂 就因为全家这个金鸡母 现在爆发了这个所谓的霹雳火 但我要问 所以说到底最后 你都甩不开统一跟甩不开全联 两大三头完全掌控台湾人的 十一柱形吃喝拉撒 那我们这样讲 他掌握就掌握 台湾岛这么小 可是统一集团的气魄是 我今天只要在台湾这个地方 磨练到最先最高 店到店以前在亚洲地区是没有的 一日物流圈 也就是我今天下定一天之内 快递物流就要到货 以前也是没有的 我在台湾磨练好了之后 就准备要整个像虾皮一样前进东南亚 想要做的是亚洲流通生活平台 看起来统一的版图已经 渐渐渐渐渐往外扩了 原来统一埋了一个梗在这个地方 你刚刚提到的五家物流 台南新市 还有台中港区 桃园航空城 有没有 你刚刚告诉我们 国门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立足台湾 拥抱全亚洲 我们这样讲 之前有做类似的 只有SEA集团 就是虾皮要这样做 可是统一操只要整个磨练跟运作好了 它的物流 它的快递 都浓缩到最精简的时候 在亚洲的其他地方 越南甚至东南亚的各国 连泰国 印尼 都有可能直接把这个模式搬过去的时候 那他们所挑战的机会 甚至可能不是7-11 是自己成立自己品牌的超商跟超市 进到这些国家的时候 未来的发展机会非常非常的高 今天晚上我们聚焦 全球气候大变迁 该冷的地方不冷 但不该冷的地方却冷爆了 今天就来看北极的动物 现在都乱了分寸了 英国居然出现了北极海象 原本应该产自于北极的雪霄 居然飞飞飞 飞到了温暖的南加州 应该是雪姓第一排的阿尔卑斯山 居然现在放眼望去绿游游一片 他到底预告了怎么样的危机呢 现在因为全球进入到 所谓的后疫情的时期 所以你看很多人就赶快 趁着解封出国去旅游 而且以台湾民众来讲 最喜欢去的地方就叫做日本 但你知道吗 日本在最近的时候 它的温度非常非常低 就像以这个台湾民众最爱去的 北海道来说 你看这个雪景非常非常地漂亮 但是它现在的温度 居然是零下30度 零下30度 对我们这种所谓的 住在雅勒带地区的民众 很难去想像 台湾光这个八九度就冷得要死了 结果没有想到 现在他们这个日本的气象厅 说今年他们冬天最低的温度出现了 已经到了零下30.6度 所以整个冰天雪地的状态 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这样的一个照片 我们觉得很漂亮的雪景 对当地人来讲是很可怕的 在中国大陆 我们跟大家讲过了老君山 这个地方看到那个 如仙境一般的美景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开始媒体报道了 大家涌入上去 居然爆发了旅游危机了 其实你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在河南南川这个老君山 其实被预知为 所以说你如果要看雪景 一定要照这里来看 为什么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夕阳这样照上去的时候 在它整个这个屋顶的这个部分 呈现金光闪闪 所以很多中国大陆的游客 平常的时候 他们就喜欢在冬天的时候 到这个地方去 你看这个画面 真的非常非常的唯美 但是现在去那边 居然变成一场灾难 你知道 因为解封的关系 有大批的游客就觉得说 我要千里迢迢再去看一次 结果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 这些人 这个前面这个人 正在慷慨激昂的说 为什么 因为这些游客 全部都被困住了 他在骂人 他完全动弹不得 等一下 下面有什么挤这么多人 没别的路可以上去吗 怎么大家坐在那个地方 动都不能动一下 因为他是在山顶上 所以他真的只有一条登山步道 太危险了 那现在问题 你现在看到一大批的游客 就全部站在这个平台那边 那他们有讲 就是因为他只有一条登山步道 所以早一点上去的人 他上去之后 不可以在那边住 他要走下来 要走下来之后 晚一点上去的人 大家狭路相逢 没别的地方可以走 早看完金顶的人 甘愿了下不了山 后面正卡在半路上 说我不要退 我根本还没看到金顶 就在那个地方 动也不是 退也不是 这下糟糕了 而且管理人员还有讲说 那不是下面的缓一缓 别上去 他说不是开什么玩笑 我大老远跑到这来 我就想上去 你怎么挡住我 结果你知道吗 就有民众抱怨说 我从山下往上走 走了7个小时 而且没车可以坐 也没有缆车 他说我走了7个小时 我都没办法到这个 所谓金顶上面去看看 甚至有人讲说 你那个7个小时 没办法上山 我从早上到那边的晚上 10点我都没办法下山了 冷到还在下雪 会不会出人命 这个是老君山 来看四川的峨眉 峨眉也要爆发危机了 事实上峨眉 在中国被称之为 佛教斯大明山之一 你可以看到 它有这个祖峰 有一个叫做华藏寺 华藏寺 它其实同样是 因为它地处非常非常高 每年其实平均在10月份左右 它就会开始下雪 你知道 很多人觉得说 因为地势很高 然后又没什么光害什么 所以如果到黄昏的时候 那个拍下 你能不能看到 它居然近在云顶之上 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 这个地方我要再去你知道 结果你知道 现在就是因为 也太多人想要去了 没想到在这一次 不是有元旦的这个廉价吗 居然有2.5万人 通通想要挤上这个峨眉山 你在外面上面所看 这不是老君山 同样是一条步道 而且大家塞满满在那里 而且没有人愿意离开你知道 那现在问题来了 因为你要上山的也卡在那 要下山的也卡在那 所以居然就讲说 我来这里本来是要去看 这个所谓的金鼎 也就是希望看到这个 这个夕阳照上去 黄金闪闪那个感觉 结果没想到我看到了 前面看到的是你的人头 往后面看到也是人头 金鼎看到头顶 什么也没看到 好 我们看到整个气候 真的是越来越怪了 中国大陆今年也就是冷坏了 冻坏了 不该这么冷的地方冷到爆 真正该冷的雪线第一排 今年却不怎么冷 连北极的动物都乱了套了 其实因为前两天才刚过完 这个所谓元旦 很多人就知道 就是新年的时候 各国不是都会放烟火 庆祝或什么 你知道有一个地方 居然没有放烟火 哪里 而且这个地方 其实就在英国的一个小镇 事实上在这个英国小镇里面 他们每年的传统是 他们也会放烟火来庆祝 结果没有想到 官方在那天突然讲说 不好意思 我们不放烟火 今年怎么不放烟火 所有民众本来是一阵戳而言 你都会预计讲说 我就是要来看烟火的 那一定会造成民怨跟暴动 结果我告诉你没有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官方讲说 我之所以没有放烟火的原因 是因为 我们在我们的沙滩这个地方 居然出现了北极海象 因为这一支 所以今年2023的跨年烟火取消 你很难理解 就是说这个海象出现在这里 有什么差别 好 这头海象被称之为叫做雷神 事实上你从这个大小 你很难去做比拟 说它到底有多炸之 你以为它小小只 没有 当地民众之所以 取消烟火的原因是 它是非常大型的海象 我举个例子 光它 你在画面看到 它这个有个象牙 对不对 当地的民众就讲说 它的象牙长度 跟我的手臂差不多长 所以它是非常巨大的海象 所以它的名称叫做雷神 结果没有想到 它居然在12月30号的时候 出现在这个叫做斯卡伯勒 这个沙滩上面 因为它其实太难出现了 为什么你知道 它平常是生存在 北极的伏兵上面 它吃东西是在吃伏兵底下的 这些所谓的浮游的生物 那怎么今年跨年 跑这么远来 那现在问题就是 因为气候变化之后 它棲息的伏兵 其实越来越少 所以过去生物学家 就有发现到说 如果它棲息地里面的伏兵 减少之后 它才会上岸 还有更夸张的现场 我们看到在温暖的南加州 居然应该出现在极地的雪霄 雪霄是什么鸟 怎么会出现在加州南部 事实上雪霄就是白色的猫头鹰 过去我们看到最多 就是哈利波特电影里面的 送信的那一支 送信的那个 对 没有错 可是事实上 那是因为电影的特效 可是因为雪霄 它一般生存是在北极跟加拿大 这种极度寒冷的地方 但这一次居然出现在加州的南部 加州大家已经认为是温暖了 还出现在加州的南部 你不觉得更奇怪吗 所以动物学家也发现到说 它有可能是怎么你知道 它可能是跟着船只 因为船只可能从北极加拿大 那个地方南下的时候 这支雪霄就坐在船上面 因为雪霄 其实在现在全世界里面来讲 只剩下20万支左右 那为什么会剩下这么少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说 它生存的地方 是在比较寒冷的地方 那因为现在这个整个 气候暖化的状况 导致他们的七级地 都遇到了改变 甚至有人讲说 这个雪霄会不会以前 它是住在寒冷的地方 它现在身体也产生适应的变化 所以它也可以到温暖的地方 走上去走一走 可是这都代表的是什么你知道 代表现在整个 旗地气候的一个改变 海象的出现跟雪霄的出现 其实对于动物学家来讲 他们都很担心 这是未来的一场灾难 跟你说今年不冷 今年冷得要命 我们讲到了极地的漩涡 到底可以冷到什么程度 气候局长今天告诉大家 那个最中心点-85度C 还有苦头吃了 我们就来看到 在迎向风雪的第一排 到底有多冷 其实过去我们看到好莱坞电影 什么明天过后 有这个所谓的气障 也就是你如果是这个冷气的臂障 你这样开过去之后 什么东西都瞬间结冰 我给各位看一下 在加拿大这里 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加拿大这个地方 你以为以为讲说 这个应该是什么电影的场景 那个房子都是用冰雪雕出来 难道你再跟我讲 这是真实版的冰雪奇言吗 其实不是 它是在一个沙滩旁边的 这个叫做水晶沙滩社区的房子 我还以为是撒了糖霜的 这个模型屋 旁边有人 对 结果不是 因为它其实在旁边 它就是海水 你知道 结果因为冷到什么程度 因为我们讲那个海水 海浪打上来的时候 因为海风一吹 所以那个海浪 就我们讲那个细小的水珠 是不是会往这个陆地上面飘 结果在飘的过程当中 只要一碰到 这个所谓的物体之后 它就丟的那个你知道 立刻瞬间结冰 所以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是房子的圆形 你现在还看得到房子 但是因为那个海浪 一直不断的拍打 不断的拍打 越往里面越来越冷的时候 你有没有发现 现在镜头转过去的时候 变得白色的了 只有在海边的那个 它因为还有水不断的冲 可是越往内陆里面去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镜头一转 后面的房子开始屋檐 很多梁柱上面 开始出现白色的冰雪了 那就代表什么 你知道吗 当地讲说 他们去看后面的房子 冰层最高 已经厚到30公分左右 整个房子给封了 给把它冰封起来 那不只是人住的房子 里面都还有住人 我们再给大家看到 除了这个画面之外 连动物都会被冰封起来 命悬一现 那它怎么办 是生是死 所以我说你看那个电影 你不要想说飞鸟飞到急冷的地方 瞬间掉的都掉下来了 你现在画面上面所看到 在我讲话的一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这条小路动 可是你再从这个画面看 这个路完全不会动 民众当时发现到的时候 说发现这条路 是不是被冰封了 因为他整个身上 感觉上富满了白雪跟冰块 结果走近一看的时候 发现他其实还活着 你看他整个脸跟嘴巴 全部都被封动了 还一块一块扒下来 你看到他其实 老实讲 这个其实很痛你知道吗 因为他整个黏在 他皮毛上面 可是当时救难人员 去他身边的时候 发现到他其实还有心跳 只是因为他的嘴巴 他的头部 他的鼻子跟他的眼睛 全部被冰块给冰冻住了 甚至连他的屁股 也被冰冻住了 所以这头鹿 当时做了一件 自保的决定 是他留在原地 动都不动 所以才会像画面上面这样 你以为他已经死掉 其实没有 结果救难人员 想办法帮他把 这个所谓的鼻子 还有其他的这个 冰块给去除掉的时候 他一觉得 一获到的解脱 砰砰砰砰砰砰 赶快就跑走了 邀请您一起加入 五期报新闻会员 跟俊相一起 挖跟像 一会儿 一会儿 在这个地方 我都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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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在这个地方 他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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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都给你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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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